好的 欢迎回到美国观察 本周四 川普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正式宣布 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在此之前 围绕美国到底是否应该退出这个 经过了多年的艰苦谈判 才最终让世界195个国家都共同签署了的 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协议 美国的国内外是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 甚至是激变 那么川普总统为什么要坚持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川普的这个决定会给美国乃至世界的环境 经济 政治 外交带来何种影响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这些话题 两位嘉宾一位是和我坐在一起的 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斌先生 还有一位是通过skype参与讨论的 乔治梅森大学政策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万明教授 欢迎二位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是 海斌那我们就先从你开始 我知道你是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专家 那么对于巴黎气候协议你也非常的熟悉 那么如果要让你用非常简练的语言 来总结概括一下巴黎气候协议 它最核心的条款是什么 最核心的条款其实在巴黎协议之前是确定的 就是各国家提出来的那个国家自主减排的那个贡献度 巴黎协议只是说把这个贡献度 用那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形式确认下来 什么叫做贡献度 减排目标还是说金钱上的这个 对 就是它包括一系列的那个 特别集中的那个这个核心条款 就是你的减排的一个目标 就是说到多少年 从哪一年为基础减排多少 然后这个你的减排量覆盖什么行业 覆盖是不是覆盖所有的那个温室气体 这样的 然后怎么去汇报 怎么去那个就是说量化你的那个减排目标 就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条款当中并没有详细的规定各国家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实现这样的减排目标 比如说它不会要求你美国在多少多少年之内 必须要关闭多少多少家这个燃煤的变场 对 它没有那么详细的 对 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在你确定好目标之后 由各国家自主来决定的 这也是它那个之所以能够成功 就是说之所以这么多国家能够签署的原因 就是它你只要提出你的目标 具体怎么做 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灵活的方式 所以这个国家才各国家才觉得我有这样的一定的自主权 有这么多的灵活度才可以去那个 而且没有规定各国家怎么去比较它是不是公平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在此前的 对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川普总统是多次在抨击这个协议的时候 就认为这个协议对美国是不公平的 是 那么巴黎亲友协议当中具体有哪些条款会使得 包括川普总统在内的一些人认为这对美国是不公平的 我认为川普总统可能没有太了解这个条款的那个含义 从你从公平度来说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争议了 就比如说按照什么样的那个标准来算才是公平的 比如说按照历史累积排放来说来划分各国家该减排多少 还是说按现在的那个各国家的那个减排排放量来放 但是无论怎么划分 美国目前在那个巴黎协议中所承诺做的都是不公平的 就是对美国来说它应当做出更多 其实对全世界各国一样都应当做出更多 就是说 所以川普总统的意思是觉得美国要求美国减排的这个量太大了 但是你是认为这个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小的是吗 对 简单是很小的 就是说你科学家已经做出各种就是说警应措施了 就算把那个巴黎协议中195个国家 所有的那个减排措施都执行 全球气温还是会升温3.3度以上 就是说 但是川普总统可能是认为其他国家怎么就减那么一点 美国为什么要减这么多 但是你的历史累积排放量来说 美国排放量是其他所有国家的那个 可能可以说是那个都多于它 然后按照人均排放量来说 目前美国依然是全世界那个就是说人均排放量最高的国家 是 因为美国只占世界4%的人口 但是是第二大排放量的国家 刚才你提到了说这是以一种法律的形式 把这些条款规定下来 但其实巴黎协议是一个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条款 它那个所谓的法律协议是从国际协议的这个法律协议的时候 但你说整个国际协议都没有任何 都没有任何就是说所谓法律 从国内法来讲就是说你违背它是有后果的 是有惩罚性措施的 这个在这个国际协议方面是不存在的 就是说任何国际协议你都不会存在 那个都是不会存在这种 就是说你这道惩罚这种结果 所谓的协议更多是一场这种国家的那个信誉度 就是说这么多国家都承认了都加入这个协议 然后你宣布退出 这就觉得你和整个世界的一个规则 一种新的规则在作对 就是说其他国家可以继续玩下去 你所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其他国家不带你玩 但是因为它没有这样的强制执行力 就会使得比如说像美国这种 比较重视自己国际信誉度的国家 就会非常的努力来实现这样的目标 但是有一些不太那么重视自己国际声誉的国家 它虽然签了这个协议 但是它又不那么做 这反而会使得美国处于一个更严重的这个竞争劣势上 这是川普总统的这个一个基本的理论 但是从目前的结果来看 美国家是第一个宣布退出的 其他国家都还遵循得好好的 而且绝大部分国家都在表示 就是说自从川普昨天宣布以后 就是说至少是最重要的那些国家都宣布 他们会继续执行Paraway协议 甚至会更加大他们的野心 就是说把那个就是说紧牌的那个方案提得更高 海边这里我还想提到一点 就是说为什么对于是否要留在巴黎气候协议当中的这个争论 会很自然的导向传统能源跟新能源之争 就好像在巴黎气候协议的这个框架之内 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变成了一个零和游戏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为什么就是普遍会认为 如果你留在巴黎气候协议里面 那么你就一定会伤害到传统能源 如果你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你就一定会伤害到新能源 这个确实是有这种必然性吗 我觉得不能用伤害来表达这种概念 我们对待人员的态度 人员只是一个手段 使你的那个社会福利变得更好 社会福利很重要的方面是健康环境 传统能源他目前的问题就是说 他已经造成了一个气候变化的那个结果 气候变化这种结果又会对民生产生很重要的那个影响 在这种条件下 传统能源势必要退出 然后让位给那个新能源 是这样一种意思 就是说有没有巴黎协议 这个趋势必然要存在 只要每个人认识到那个气候变化的结果 你这个选择就是这样的选择 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新能源基本上是属于民间资本自然流向 自然选择的一个结果 所以其实就是这就是我的问题 那为什么巴黎气候协议会 很多人就说你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你就会伤害到新能源 但是只是说我退出了 但是资本该流向哪里还是流向哪里 但是这和新能源的那个特点有关系 比如说分能和电能 分能和太阳能 因为它的发电是受比如说季节和那个天气的影响 所以不是太比稳定 然后目前的技术你要 因为既有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叫做基础设施 都是为那个煤电这种水电 这种长期的那个传统人员而设定的 新能源它要求一定的那个基础设施去适应它 所以在最开始投资阶段 新能源它可能投资的钱比较多 而需要克服很多的那个机构的障碍 这些障碍必须要通过政府的层面来解决 没有政府层面的解决 完全通过民间的那种事去 通过罗宾的就是 全球执法的途径 立法的途径来改变那些 会比较困难 会花费更长时间 所有这些政府的努力 都是为了让新能源的铺 就那个就是说变得更容易 变得缩短它的时间 从而为整个全球的人民 争取更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川普政府如果宣布 就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就意味着川普政府必然会减少 对于新能源的政府投资 是这个意思吗 不一定是投资 政府投资方面可能还算小的一部分 关键是要你的政府这个态度 包括对一些制度的制定 比如说特别是 你是不是把对传统化石能源的 就是说补贴给撤销掉 你撤销掉补贴 这就会使新能源 在纯粹市场层面的价格方面 和传统化石能源 有足够的竞争力 你市场看到有足够竞争力 就自然而为要投资更多 然后就会促进新能源发展 但是如果你还是保留 对传统化石能源大量的补贴 在这种补贴下 维持一种传统化石能源的低价 这样新能源就会花比较长的 更长的时间来产生 和传统化石能源的竞争力 这样的情况下 会拖累新能源的普进过程 但是这是属于川普政府 他的环境政策的制定 这个本身并不受到 巴黎气候协议的这种约束 对不对 对 那你说是这样的 好的 谢谢海滨 首先先跟我们进行了一下科普 那么鉴于巴黎气候协议 就是这样的一个协议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 我想问夏明教授 川普总统在宣布 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时候 给出最主要的理由 就是他认为这项协议 会伤害到美国的就业 那么他引用了一项研究的结论 就是说巴黎气候协议 会让美国到2025年的时候 失去270万个工作岗位 不过我们也听到 另外一种说法 是说巴黎气候协议 实际上会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 为什么会有如此 截然相反的结论 您认为川普总统 做出这个决定 最主要的考量 到底是什么 你是问我吗 是 OK 他做出这个决定 主要是考虑到 他这个国内政治的需要 就是他认为 他代表美国就像 这个煤炭工人 和这个工业带的这些 就是宾州 威斯康辛和海澳洲 这些比较说 失事的这个工人 他是这么理解 所以说他那个当选这个总统 他没有过半 但是他那个可以 据统计大概说 就是坚决的支持者 大概有20%左右 所以他现在呢 他这样做呢 是迎合这部分选民的这个需求 是 所以于是也就是 很多人分析认为 川普总统的这个决定 与其说是出于经济的因素 做出的决定 不如说是出于政治因素 做出的决定啊 那么说到政治因素 川普总统退出 巴黎气候协议的决定 在美国的国会 是引发了争议 下面我们就连线 记者李华来了解一下 国会议员们对此的反应 一华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国会掌握到的 最新情况好吗 好的 平章 总统川普在星期四 在宣布了这个美国 将撤出巴黎气候协议的决定之后呢 在国会方面可以说是 引发了正反两极的这个回应 在共和党方面呢 可以说是一片赞扬声 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国会 是处在这个休会状态的 不过呢 在星期四白宫记者会结束之后呢 民主党 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呢 都发表了声明 那么我们首先 也先来看到这个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麦康奈尔 还有众议院议长 保罗瑞安的声明呢 都表示支持总统川普 所做出来的决定 那么麦康奈尔 他在这个 他的声明当中就提到了 奥巴马总统 在巴黎气候协议中 所做下的承诺 是建立在一个 要价昂贵的计划之上 并且没有稳固的立法基础 总统川普撤出了 这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并且重申了 保护美国中产阶级的承诺 使得全美的矿工工人 能够免于面对 更高昂的能源价格 还有潜在的失业风险 那么麦康奈尔 在当中所提到的 这个立法基础呢 指的其实是 2016年当总统奥巴马 他宣布要这个加入 美国将加入 巴黎气候协议的时候 其实当时参议院 这样的说法也呼应了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 他所提出来的声明 他在声明当中呢 也提到了 巴黎气候协议 是对美国是不公平的 奥巴马总统 是在没有这个参议院同意下 签署了巴黎协议 这将导致能源的成本上升 严重冲击 美国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 那么瑞安议长的同时 他也呼吁 这个美国政府 要鼓励美国的能源产业 使得美国的经济 能够再次的这个驱动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民主党方面 对于总统川普的这项决定 可以说是相当的失望 那么多位的民主党议员 都曾经表示 巴黎气候协议 其实不只是 攸关环境的议题 同时也是 攸关于美国的经济 还有外交 以及这个能源的问题 那么同时呢 许多的民主党议员 也曾经提到说 影响最大的 可能都是生活在 这个社会底层的 这个低收入者 或者是弱势族群 那么也还记得 上个星期五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舒默呢 曾经率领了一批参议员 召开记者会 呼吁总统川普 不要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当时呢 舒默参议员 他提到的一点就是说 这个如果美国选择 在这个时间点 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的话 很有可能会将 这个世界的这个 在环境议题上面的 这种龙头地位呢 攻守让给了中国 那么舒默参议员呢 他在星期四记者之后 白宫记者会结束之后呢 也是发表了声明 表示说 撤出巴黎气候协议 不会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而是在科学认知 全球领导人 保护海岸线 还有保护美国经济 地球等方面 让美国成为最后 那么除此之外呢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南希佩洛西 在今天早上 特地就这个有关的问题 召开了记者会 他在记者会上 也痛批了总统川普的决定 是相当不负责任的 除此之外 他还对众议院议长 保罗瑞安的声明 做出了具体的回应 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段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佩洛西 他今天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议长的声明说了什么 天哪 他说巴黎气候协议 对美国是不公平的 可悲 真的可悲 众议院议长 美国的总统 如此错误 如此无知 对美国的未来 如此不负责任 昨天有关气候议题 所发生的事情 对我们国家来说 真的很难堪 这对他个人也很难堪 他未来要如何 向他的子孙交代 是的 除了共和党一片赞扬声之外 其实在共和党里头 也有极少数的议员 对于总统川普的决定 是表示相当失望的 首先我们就先来看到了 来自纽约州的 共和党籍的众议员 斯坦福提克 那么这位众议员 非常的年轻 只有33岁 那他在总统宣布了 他的决定之后 是发表了声明 表示这项决定 总统可以说是被误导的 并且有可能会损害 全球正在打击气候变迁的努力 同时也使得美国 被这个世界的盟友所孤立 那么另外一位也表示 反对这一项这个决定的 共和党籍议员呢 则是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 科林斯 那么科林斯议员呢 他是直接用失望来形容 他对这项决定的感想 评章 好的 谢谢易华的连线报道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继续连线万明教授 我们是看到 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在民主党方面 是受到了很多的指责 那么在共和党方面 也并未获得一致的支持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决定 即便是在川普总统身边的 这个智囊小圈子里面 也是存在争议的 那么他的首席策略师 史蒂夫班农 是支持这个决定的 但是川普的女儿 伊万卡 还有国务卿蒂勒森 都不支持这个决定 所以万明教授 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这样的一个决定 会给川普总统在国内 带来怎样的政治影响呢 您看来 我想他只会加剧 这个美国国内政治对立化 因为这个国共和党 很多的人 是不支持这个气候 这个国际协定 他们认为呢 这个这是完全是谎言 这个全球温暖化 与这个人的活动 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 美国两党共和党民主党 这个对立非常的严厉 非常严峻 就是说很多问题呢 没有交集 那他认为呢 这是欧巴马总统 做出的这个政策 他们就要反对 当然共和党里 有一些的人呢 也不是说完全支持这个事情 但是从这个方面来看呢 他肯定是照顾 他自己的支持者 那么因为那个我们看到报道的时候 就说所谓他那个 比如说他白宫内部那个圈子里 因为他们比较全球化 考虑到这个经济影响 美国的这个全球领导者的地位 但是他们会讲到说 这个川普在竞选 甚至在当选这个总统之后 他去那些政治集会 他那个知识者 那些人都是一致要求 这个退出这个巴雷气候协定 他们反对全球化的 就是属于这个美国第一的 这个就是比较狭隘的 这个国家利益的支持者 所以您认为川普总统 退出巴雷气候协定 去兑现他的这样一个竞选承诺 会有助于他巩固 他的这个竞选的base 就是他这个基本选民的群体吗 他那个选举 那个这个 就是刚才我提到 就是他坚决支持者 是20%多 那么我们最近看到民调呢 美国大部分的这个选民 还是主张的 美国留在这个巴雷气候 就是说他呢 支持他当选的时候 有一些呢 比较是 就是说 可以说模棱两可的 所以这些我们还要看 就是说 他最近这些所 这些作为 能不能 就是说能支持他再选 那么目前来看呢 他还是说 坚决支持他的 还是少数官 好 海滨啊 我们知道这个退出的程序 是要进行将近四年 也就是要到2020年的10月4号 才算是正式退出了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就是从现在到2020年10月4号 那么美国就可以不再兑现 他在巴雷气候协定当中的 这些承诺了吗 应当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程序其实是 协议生效之后 头三年 不准退出的事情 然后三年提醒过后 你才可以申请退出 然后递交申请之后 最快一年之内能得到批准 你可以正式退出 所以最后到了那个11月 就是2020年11月4号 对对对对 那所以就是说 现在其实 其实川普总统做出了这样的宣布 美国还是留在巴雷气候协议里的 对对对 还是要兑现那些承诺的 对所以说我觉得它是很奇怪 它其实可以不说 但是就像它之前所做的一切一样 对EPA这些 就是环保所做的一些 阻牢性的那个方案 照样可以就达到 就是说 就是说不之前美国 所承诺的那些事情的那个结果 所以我猜测 它现在提出 就是高调提出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声明而已 没有启动任何那个提出程序 所以更多是情况下 它是想像它的选民表证 它是在为美国争取更多利益 你看它提到了 它要再就重启那个 就是说谈判 但是美国的那个盟友 已经就明确拒绝了 而且我们知道2020年11月4号 那时候是美国又进行 一次总统大选 当然是不是有新总统不知道 但是肯定之前美国选民 是要再选一次总统的 那如果要是说下一任总统 决定美国还是重返巴雷气候协议 那等于是川普总统做出的这个 宣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是没有 那么如果假如说 美国真的是完全退出了 巴雷气候协议 这个会对全球的这个碳排放 包括这个环境变化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听到 在总统做出这样的宣布了之后 美国很多大企业 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州 像纽约州 还有加州 还有一些大的城市 比如说匹兹堡 然后他们都宣布说 即使是总统宣布 退出巴雷气候协议 我们还是要按照 这个协议的要求来执行 所以即使总统做出了这样的宣布 是不是会对全球的气候变化 真的有实质性的影响吗 我觉得关键在于 那个就是说美国国内 企业各州各城市 它的具体行动 同时也关键在于 那个世界其他各国国家 他们的行动 就是说理论上说 如果美国的各州 各个城市 因为这个决定 反而更加巩固 甚至加强他们 对气候变化他们的行动的话 是会抵消那个 就是说政策上的一些原因 包括你看 就在昨天那个加州 华盛顿州和纽约州 宣布结成新的那个气候联盟 他们就占据了美国 好像总人口的 6800万人口 然后占总GDP的 那个可能20%左右 如果更多的加入进来 然后是会促进美国的 整体的那个气候变化措施的 那个进程的 而且根本上说 你一个国家加入这个 巴雷气候协议 就是为了发动民进的力量 要民进的力量的进程 然后同时在国际上而言 如果中国 欧盟 带领其他发展的国家 一起来说 更加巩固他们的那个决心 然后甚至在2020年之前 又加强他们那个 提出新的那个 就是说自主那个贡献 是一种更具隐形的贡献的话 我认为那个美国退出 其实是不是很 就是政府层面的退出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这么多条件的同时 起作用才行 是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 我想问问万民教授 川普总统表示 在退出巴雷气候协定之后 美国是要跟其他国家 来重新谈判 之后我们就看到 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领导人 几乎是在第一时间 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巴黎气候协议不可逆转 也不打算再跟美国重新谈判 可以说态度是非常的强硬 另外我们还看到很多 这个另外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 是对川普此举表达了 强烈的不满 所以这件事情 是否会给美国带来外交的危局 也就是说会影响到 美国同欧洲盟友的关系 甚至是美国的国际形象呢 我想看那个 从中间来看呢 一定会对美国的这个 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呢 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因为那个 他说的就是说在谈判的 其实我想他也不是很认真的 我想你看他那个 在演说的时候 一定只知道 他只是这么讲一下而已 那个他最近 他这个问题是说 不光是说 这个巴黎气候协定 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事情 所以呢 一般的现在就是在美国 这个政策 这个研究者 或者说其他国家 也是认为呢 就是说川普总统 他现在在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是要 等于要改变 美国在二战之后建立的 自由的国际的秩序 那也就是要这个民主 自由的这个原则 多边主义 这个国际合作 然后这个全球 这个自由经济 那他现在这个想法呢 和做法呢 主要说是要以美国第一 那么呢 你可以看到最近来 他跟那个 就西欧的这个关系 出的不好 就是以前的传统的 这个盟友 就是民主国家 反而呢 就是说呢 批评者认为呢 他是跟这个以前 比较独裁的这些政权 走得比较近 现在这件事情 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也听到很多声音 就说其实是美国 将自己的国际领导力 拱手让于中国 您怎么看待 这样的一个说法 30秒的时间 他那个 这个领导者 他会虚弱 但是不是中国能够 能接过来 或越接过来 那是另外一件的事情 我想他们会 中国会做的更多一些 但不会做到 像以前 美国所愿意做到的一样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 只能先量到这里了 感谢马海斌先生 和万明教授 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嘉宾在节目中 所发表的观点是 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一 在节目中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